书友们咱们一起来写下成语春华秋实 你看所有的横笔都是一样写的 春字就是这样一个特点 大概穿过去三分之一这里接触到这里 不要超过这里太多了 到这里收笔的时候呢 是比这里偏下很多的 这个华字一定要最左右对称 从这里的时候呢 这笔先写 其实跟草字头没什么区别 写这里的时候 旋帧数下来这笔下来的时候呢 一定要对准正中间正中间 不要写偏了 除了这笔 其实这笔他写的时候不是硬邦邦的 他是有点柔的有点柔的 这两笔的话就不一样 他写的比较直一点 这是形成一个鲜明对比来的 春华秋实 秋天的秋 这个秋字不要完全接触这笔 到这时候稍稍看起来有个小小小的一个凸起来这样一个形状 到这个时候中间可以细一些 这笔不用太靠上 因为这笔刚好接触 有高低之分 这两点 春华秋实 春华秋实 老实的实 实在的实 实在的实 好像是这一笔线写 这笔尽量可以长一点 那这里包裹住 把骨猪这一烧 探出来一点 不探出来也行 探出来一点点也行 从这里提出来这一笔还是比较细长了 有没有发现比较直 一点下来十字 你看这一块如果你突出来的话 这里就顶不住了 所以它是贴得很紧的 这样一个笔画了 十字秋字华字春华秋实 那么这几个字呢 我们就写到这里 有什么建议的话都可以在评论下方 屏幕下方留言 感谢大家的点赞转发 还有收藏 我们下一期再见